钢黑们颤抖吧 长期在网上诋毁人家郭老师的 谩骂人家郭老师的 说人家郭老师这个那个给人造谣的 难道人家一个电话给你封不了号吗 当然 我要说这个呢 很多钢黑就得说 那你这样的号也得封了 因为要打击你长期谩骂诋驱逐 我还真就跟你这么说 你去看一看我往期的一些视频 我哪一个视频我给驱逐造谣了 我哪句话我谩骂他驱逐了 我就是质疑他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做出推动 中国区域事业发展的事情来嘛 这怎么就成了诋毁和谩骂了呢 带着说了我真谩骂 人家抖音不早给我把这个视频下架了吗 但是你们如果长期诋毁人家 民间下人团体 德云社这个企业的话 你试试给你封不封号 你试试郭老师打这个电话 管用不管用 也就郭老师平时不记得搭理你们啊 一说这个话 你看把他们吓的呀 我永远是那句话 你无论怎么打压人家德云社 人家德云社的票卖的就是好 26日 苗副联合了全国各地47家相声社团 100多位相声演员 还有取协主席江坤相助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相声界的盛宴 作为相声界的龙头郭德纲 自然躺着也能中枪 在很多人看来 云集全国各地知名相声团体的相声节 却没有郭德纲的名字 这一定是被孤立了 就在网友们纷纷替郭德纲鸣不平的时候 忽然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声音 某网友称 一个澳大利亚华侨给大家带来欢笑是好事 你钱多愿意给他 送钱也没办法 虽然他没有直接指名道姓 但名眼人都看得出来 说的正是郭德纲 本以为这又是主流技的黑手 出来故意抹黑德云社 但仔细扒了一下网上的资料 发现这位网友说的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郭德纲到底移民了吗 在国内发展如此好的他 为什么要做背叛民族的事呢 其实郭德纲是否移民 没人说的清楚 但他在澳大利亚有固定资产 倒是不争的事实 2013年郭德纲发文 我作为一个有着天津户口的中国籍公民 正式宣布 德云社澳大利亚分社已成立 第一家海外德云社将落户墓尔本 同年郭德纲还在澳大利亚的维州 买了两万亩的葡萄状元 自产自销 德云红酒 不过这些 郭德纲在澳大利亚 还有一处四千多平米的千万豪宅 外观豪华大气像宫殿 种种迹象都在印证移民之论 若真是这样 那德云社恐怕危在旦夕 虽然移民不犯法 但像张铁林 龚立 李连杰这些明星 直到今天也还背负着背叛民族的骂名 若郭德纲真改了国籍 辛辛苦苦闯下来的基业 无疑会遭受重创 德云四百多位徒弟又将何去何从呢 郭德纲对此的回应是 只是常去并没有移民 虽然是中国籍 但对于是否拿了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 郭德纲并未否认 一旦拿到这个签证 就相当于取得了永久居住权 既然都可以永久居住了 为啥还要改国籍呢 移民之论 自此真相大白 邮言所 德云社 郭德纲除了屎尿屁之外 是骂也没有 琐事代达 我是特羡慕这网言的死为方式 他们脖子上长得不是大脑 而是大肠 是考用的 不是头匠 而是喷匠 比蛋细胞生物还纯洁 纯正 艺术层面上讲 劳果活跃并开拓了相省和曲艺市场 让更多相省艺人 有了从业的渠道 也培养了几百个优秀的相省艺人 并且其中已有几十位可以督当一面 同时挽救了几十段传统相省 拥有了大量时代元素 赋予了传统相省信的生命力 从社会层面上讲 德云社及德云社相关产业 最盛时拥有1500名员工 为社会解决了1000多个秀业岗位 德云社近年来每年利税都达到1000万元以上 且没当国家有待 德云社和劳果永远是 第一个卷款和卷款最多的四营艺术团体 从文化层面上讲 德云社真正做到了对相省艺术的系统传承 同时凭借情怀 在振兴鼓曲景剧等 戏曲艺术的道路上义无反顾 更是带领传统曲艺走出国门 在多个国家进行上演和讲座 充分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就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这正是民族复兴的圣大 至于那些淡细胞审物啊 我只能说你心里撞着屎尿屁 眼里看嘛都是屎尿屁 马上有人说郭德纲先生和他的德云社 拿相声当妈妈干 说的是纯商业相声 玷污侮辱了相声这门艺术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绝对极端 你的场地是不是人家真金白银租的场地 第三人家的演出是不是相关文理部门批准了的 合法的 第四人家订的票价是不是符合当下的市场决定的 第五观众买票是不是自愿 德云社人家没掐着谁的脖子必须买票吧 观众是不是要用脚来投票的 反而我觉得那些明明拿着补贴 却一边说一眼相声的那些人 那才不真实呢 那才叫亵渎相声艺术呢 哈哈哈哈 保宁大师 他们那一代相声艺术家 用了一辈子的心血 把相声这门艺术 从天桥地摊 拖到了人民大会堂 而当今我们有些相声演员 用了一夜时间 就又把他从大会堂 拽回到了天桥地摊 对这种说法你们怎么看 这让组织工作者来说 这就是为什么他每次早把我推钱都 实际上我们是这么考虑的 有的地方那个小剧场 你不说昏的 你不说在那了 我不看 我都不看 有的那个小的地方 演出的时候有一个记者 就是准备说给照个相 马上那就停着了 这位同志 您听说您给我们照相了 知道您可能对我意见 您也可能是远到来得及的 但是这里有几句话我们不得不说 那么我们呢 这是我们在这混口饭吃 我们在这吃饭的时候 大家就乐 大家不乐的话 大家要是都乐了的话 我们明天就要热得过 我们今天要说什么明天 他都都都都都一说 那么这个记者呢 也不好意思了 都算了 我走了 他走了 他也不看了 他都都都 那么这个氛围呢 这个氛围呢 实际它只是一个从业状态 大众娱乐的一个场所 它并不是一个营造艺术的 所以我们就感觉 就是说你真正一个宝塔的话 艺术殿堂的话 它也是应该有塔尖有塔底 真正要能够到塔尖能够引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艺术往前走的 恐怕还得是那些健康的向上的 而且能够让大家听完了 有从哈哈一乐当中 有在体移乐教育的这些东西 我相信大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或者越来听越多的过程当中 一定能把优略好坏 相声分为主流和非主流 而德云社的相声剧里主流有差距 这话是谁说的 我们绝大多数朋友经常在舞台上 听郭德纲先生调侃 主流向上界非主流向上界 很多人误认为这是郭德纲先生说的 我今天要以正视听 各位这话是江坤先生说的 包括像郭德纲的相声们 他们在这种小剧场演的相声们 他们跟这个咱们媒体上 播的这个大众的主流的 这些呢 基本上可能还有一种具体 怎么样各位 听到了吧 施盛杰先生在世的时候 曾经在舞台上质问过 谁把相声界分为了主流和非主流 这主流非主流谁画的 另外这个语言逻辑上也不通顺呢 这不像人画呀 施先生 我替您找到人了 是他把相声分为了主流和非主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